提到一個問題說這個項目清單我們是用固定的 那也就是我自己打上去有五個項目 可是實際上在我們這邊有品名比如說這個項目就在這裡 那我有沒有辦法怎麼樣呢 我不要用打的我用那個什麼我用 用他自己幫我抓 這一個工作表的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放進去 當然可以啊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他講了一個蠻不錯的就是說 將來如果這家公司他如果進了別的東西比如他不只是賣這五個東西 他可能還賣第六個東西 比如說 比如賣什麼賣 賣筆好了多一個多一個賣 賣一個項目什麼 原賣一個筆好了這個筆的話 ok然後這個筆的話20塊 ok然後他又賣了一個什麼 比如說賣一個 袋子好了比如說什麼什麼假設什麼什麼袋子ok 然後這個袋子的話100塊 ok然後可能還有更多的項目 他會陸陸續續新增的話 那你就不能說哎 那每一次新增了你又來這邊改 改一下程式 改成是ok 只是說你如果將來 一直都會有新增資料 那一直在改程式其實也不是辦法 所以最好怎麼樣呢 最好是自動 可以去偵測這個範圍裡面有幾筆資料 就自動把這幾筆資料 放過來 但是 另外延伸的問題就是 這個底下的這個資料的 這個判斷 恐怕單價部分 也要去找 對 所以 這個程式永遠 所以當然你要延伸出問題他是 一連串的 也是如果你改了這個地方 後面單價部分我們剛本來就 Elsif五個嘛 那會變成Elsif再多兩個 那多兩個你還是要去改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這邊的項目做成活的話該怎麼辦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 當然就是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稍微註解掉一下 也就是說我將來這個地方不要是自己打仗 而是我來自於哪裡呢 我的資料是來自於哪一個 那個序齒 哪一個序齒 這個是品名這個序齒 所以通常我們有幾種做法 是會切過去 切到序齒 然後去抓他裡面的 Range資料 等到抓完之後再切回去到 主要的這個原始資料 這個 這個 工作表 好 或者第2種做法是直接用連結 前面多一個 序齒的 就是在 Range 跟Sales前面 多加一個什麼 你的工作表名稱 他也會去 去那個工作表裡面去抓那個範圍的資料 或者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我來做一次給大家看 基本上第1個我要先切過來 品名 所以 切到品名的 寫法的話就是什麼 SHITS 工作表就SHITS加S 特別之於跟Sales一樣 瓜谷名稱的話 就叫 品名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輸入品名 他就會自動幫我切到品名 這個 切過去 這個 工作表 好 然後切過去記得有一個 一個指令 一個方法 叫做Sales Sales實際上就是這樣 就是去 移動到這個地方 那最後做完